就刚才我还看网上有人在吹嘘说在国外住上了大别墅 有人说只要出去了随随便便就能住得上那种高雅的花园洋房 而且有些人说跟咱比起来价格也不算贵 今天我刚好在外网看到了在澳洲的一个博主发的视频 拍的就是在澳洲悉尼的一个别墅 价值240万澳元和1134万元的一个豪华大别墅 视频是英文的我帮大家翻译过来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1134万元你能在悉尼买到的大别墅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好的我知道你们曾经看过一些很差的房子 但是看看这一个房子吧 看看地上的洞 很明显这个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间了 这应该是过去放壁炉的地方吧 这个别墅是345平米的地 两室一位一车位的房子 这是老厨房一个 来看看下一个房间吧 看看这个 令人惊讶的是 这是重新装修过的浴室卫生间 这是一个阳光坊 还有室外厕所呢 这是朝东向的院子 所以呢你早上应该能够获得很多的阳光 就这样了 这就是1134万买得到的大别墅 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作何感想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房子 咱不是要一点待面 只是想说啥呢 外国的空气不是那么香甜的 别动不动的就有些人说 住上大别墅了 还说房子有多么多么便宜 在咱们这几百万的楼房啊 真不如去国外买个大别墅呢 那这就是大别墅了 就当给大家开个眼界吧 不看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什么我好像听到有人说 哎呀这也比我在国内住的强啊 还是国外好 这话呢是我帮1450们写好的词 你们可以照抄 那我就提前回复一下吧 如果真觉得好啊 咱就把一千多万先准备好了 然后来了之后 咱就把这房子给拿下 拎包入住 从此就可以住在这么光鲜亮丽的 国际大都市悉尼里边的一个大别墅了 对自己家不是不满意吗 咱就出去看一看 祝你们幸福 正能量满满 加油 比心摸摸达